2月28号大陆撤离了首批乌克兰的留学生到摩尔多瓦共和国 他们从基辅大学出发 沿路大陆的大使馆协调当地的警方提供安全护卫 3月1号则撤离第二批留学生 俄乌战火未歇 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3月1号致电大陆外长王毅 库列巴首先说明和俄罗斯首轮谈判的状况 强调结束战争是乌克兰最优先的任务 愿和大陆加强沟通 期待大陆能斡旋停火 而大陆外长王毅则表示 大陆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公开透明和一贯的 他们始终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希望双方继续保持对话谈判进程 寻求照顾双方合理安全关切 实现欧洲共同安全 有利于欧洲长治久安的政治解决之道 至于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的人员 则手拿我们支持乌克兰 以及我们和乌克兰在一起的标语声援 接着推特又贴出了使馆内升起乌克兰国旗 并注明这个旗帜展现了加拿大对乌克兰的支持与友谊 TVB新闻于心汉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掌握趋势接轨全世界 恳请订阅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